姐妹们,大家有没有常年顽固性便秘的? 大家如果常年便秘的话,就去吃这个果冻,每天一条,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条,吃完之后喝一杯温开水下去,45度左右的,平常白天多喝水,然后一天可以上两三次大号,每天一条就可以啊。 大家吃的时候呢,一定要细嚼慢咽,因为嚼得越细呢,它越容易吸收,这里边呢,就是水果蔬菜发酵出来的那个酵素,所以它可以加快你肠道的蠕动,多喝水呢,就是说加快你的新品代谢,可以让你的肠道蠕动快一些。 平常做办公室的姐妹啊,肚子比较大的呀,然后常年顽固性便秘的,就每天一条,每天一条,白天多喝水,然后一天两三次大号,非常顺畅,非常舒服。 姐妹们,如果你也这样的话,你可以去试试啊,当然了,它也可以便细,但是便细的话就是说,平常那个饮食方面要注意一些,如果你不需要便细,就只是那个肚子不舒服, 便秘的话,大家就每天一条,然后就可以了啊,大家有需要的小黄车去拍吧。